大家好,我是Win 相信很多追韩团的粉丝都知道 新那拉这个风靡全球的唱片行 因为这里售卖的唱片价格会比外面要便宜 容易帮自家的偶像充销量 还会举办独家签售会 所以不少粉丝或者是代理商 都会选择从这家唱片行订购专辑 然后销售至全国 虽然韩国国内许多民众都知道 这家唱片行创办人身份特殊 而选择抵制它 但是因为海外市场的支持 可以说是经营的顺风顺水 直到2023年 Netflix上推出了一部 关于韩国邪教的纪录片 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 其中就揭露了 新那拉唱片行背后的创立故事 没有想到 这唱片行背后 居然有着一个邪教组织 随着这部纪录片在全球上涨的热度 许多其他国家人 也开始抵制这家唱片行了 甚至有些经纪公司决定 和新那拉彻底的切割 自家一人新专辑的预购宣传 不会再附上新那拉这个购买通路选项了 2013年4月份 新那拉在首尔宏大的最后一家实体店 也结束了经营 而这个和新那拉有关的邪教组织 名字呢叫做儿童乐园 你没有听错 这个听起来这么梦幻又可爱的名字 却是一个恶民昭著的邪教组织 甚至是很多从里面逃出来的前信徒们的噩梦 但是这和新那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地说一说 新那拉和儿童乐园的故事 本期影片由本频道小伙伴瑞瑞首次投稿 十分感谢 1970年代后半 韩国政治经济动荡 许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 此时许多的新兴宗教兴起 主张可以让人民摆脱困苦的生活 看过我们会员影片里 邪教系列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传教的洗脑话术是相当厉害的 而且当人们觉得不如意的时候 会很容易陷进甜言蜜语当中 于是邪教在当时的韩国可以说是相当的盛行 而最著名的就是由郑明熙所创立的舍礼教 另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所谓的新兴教会 其中就包括了在庆上北道 由李信牧师所创立的朱贤教会 这个教会会强迫一些信徒剃头 所以也被称为剃头教会 剃头教会的规模不是很大 成立以来大约有一千多名追随者 而其中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金姬顺 1940年的11月1日 庆上南道某家医院的妇产科 一名女婴诞生了 这个女婴就是金姬顺 金姬顺从小就失去了双亲 家里也很穷困 却有着比一般人要聪明的头脑 所以她经常会想着要通过努力学习 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然而在她1978年加入朱贤教会后 就和其中的一名牧师结婚了 还生下了一名儿子 就此放弃了一直以来的梦想 而后来朱贤教会的创始人 因为让女性裸体跳舞 甚至因为殴打信徒 而被判入狱两年六个月 这当然让忠诚的信徒们慌了 一直追随了上帝 竟然就这样没了 这个时候聪明的金姬顺 灵光一现 他声称自己是 李牧师的继承人 去探监的时候 曾经收到李牧师的托付 来照顾他们 可能是因为突然失去了依靠 原来朱贤教会的约350名信徒 就相信了金姬顺的话 之后便开始追随他 就有了接下来我们所要说到的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的总部 就建立在韩国经济道东南部的力川市 初始规模约4000平 信徒们就聚集在这里生活着 特别的是 这个组织从来不到外面传教 或者是招募新的成员 大多数成员都是从李牧师那里转而跟随金姬顺的 那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金姬顺经常会穿着公主装 坐在花轿上来观摩信徒们的仪式 而信徒们则必须尊称他为孩子 这是因为他主张自己就像是孩子 无论做什么都是无罪的 此外 儿童乐园的教义是 要有爱 还表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而这三到四百名信徒都是天选之人 只要追随了教主 就能够进入千年王国得到永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荒谬口号 再加上谁都想要长生不老 于是信徒们就更加崇拜他 把他当成了上帝 就算只是和他一起跳舞 都会觉得自己被上帝给宠信了 然而 进入这个千年王国 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儿童乐园的信徒们 需要舍弃三样东西 那就是人情 物质和情欲 人情简单来说 就是对亲人的感情 在儿童乐园里面 是不能对父母 儿女亲戚有任何感情的 只能够全心全意地 把感情投入在 金基顺的身上 假设有一天 教主看你的母亲 不爽而殴打他 你也只能够 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 甚至需要加入其中 一起殴打自己的母亲 如果你有一个儿子 那么在那里 你只能把他当作教会成员之一 而他也必须称呼你为 叔叔或者是阿姨 而不是爸爸妈妈 而第二个要戒掉的 就是对物质的欲望 信徒们必须把自己 原先拥有的私人财产 全部都给交出来 说好听点是大家共用 难听一点 就是教主想要把大家的财产 都占为己有 而这些钱 也算是创立 新那拉本金的一部分了 此外 金基顺更是洗脑信徒 表示他们已经是在 人间天堂了 不需要享乐 只需要努力地盖房子 用劳动换来更好的生活 因此信徒们 早上起来就开始劳动了 有建造楼房的 有凌晨开始 就到外面去卖糕点 甚至他们会教唆教会里的小孩 在地铁站里装成乞丐 跟随乘客半可怜来进行推销 有位信徒表示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睡五分钟 都是奢侈的生活 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有私人财产的 都必须交出来 那没有钱的呢 没有钱的信徒 需要付出比一般人 加倍的劳力 而这些劳力是不分男女的 女人也需要弃墙搬砖 只要不服从金基顺的命令 就会被他给一顿狠做 在里面的青少年呢 也被他给洗脑了 金基顺会不断地强调 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不需要学习 导致这些前途无量的 国家动苗们 都早早地错了学 而他自己的亲生孩子呢 则被送到了 国外的高等学府念书 可以说是相当的双标了 也正是因为 这种无止境的劳动 儿童乐园在六年后 从原本的四千平 扩大到了大约13万平 到了1982年 金基顺拿着信徒们辛苦赚来的钱 开始创业了 创立了大家所熟知的唱片行 新那拉 顺便一提 如果了解韩语的人应该知道 新那拉除了有新国家 让人兴奋的意思 也可以被翻译为神的国度 现在看来 这才是创立者金基顺 真正想要给这个唱片行名称的含义 信徒们经常是早上在农场耕作 晚上还要在唱片工厂继续被压榨 这个利用信徒血汗和眼泪 所建立起来的唱片行 借着攻略农村市场战略 也很快就成为了韩国最大唱片行 除此之外 1994年 金基顺用剥削信徒劳动力换来的 玻璃屋农业技术 还获得了政府部门 23亿5000元的资助 可以说 他本人是踩着信徒们 赚得盆满钵满 进入儿童乐园 信徒们最后还要舍弃的 就是对异性的痴迷 儿童乐园的宿舍是男女分开的 信徒们不能有男女之情 只要被发现了 就会被冠上通奸罪名 成为奴隶 这些奴隶需要比一般的信徒早起 还没有时间睡觉 也没有自由 而金基顺自己却完全相反 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猖狂 信徒们每天都会看到 许多男人在他房门外排队等待 而后你就会听见 他房屋内传出来呻吟声 当男人们从房间出来时 通常都是红光满面 神清气爽 金基顺对男人的要求也很高 他都专挑一些 长得很高或者是很帅的 曾经有一位信徒就表示 自己曾经被叫到金基顺的寝室内 当时金基顺穿着相当性感的睡衣 随后就将他给扑倒了 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还有一位男信徒 因为样貌出众 吃饭的时候被金基顺叫去了他身边 和他一起享受美味佳肴 让其他的信徒们是羡慕不已 虽然金基顺做的种种都很荒谬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都还是很听金基顺的话的 照理来说 他们也没有传教 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封闭组织 那为什么会走进大众的视野呢 1996年的12月1号 水源警察署收到了报案 从儿童乐园逃出来的30多名男女 递交了请愿书 内容是在儿童乐园里面 有三名信徒被秘密杀害 他们觉得金基顺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 和一开始承诺的完全不同 所以及时清醒了 于是检查方也开始进行了调查 经过警方调查 第一位受害者是一名44岁的男子 名字叫做尹龙熊 是一名园丁 1988年1月2号 尹龙熊的女儿 被叫到了金基顺的房间 金基顺告诉她 她的父亲在前一天晚上 喝农药自尽了 这就是一个例行通知 那金基顺呢 也没有打算让她见父亲最后一面 第二位受害者 是一名正值青春年华的 21岁女性江美京 江美京周围的人都说 她很漂亮 漂亮得很出众 性格呢也很温柔 有一次她在金基顺的家中 打扫卫生 刚巧被金基顺的儿子给看见了 金基顺儿子觉得 自己单方面恋爱了 就去求她的母亲 让江美京留在家中当佣人 而金基顺哪能够让儿子 主动追求信徒的事情被传开 于是她就诬陷江美京 是她勾引了自己的儿子 要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在1988年的11月20号 她命令江美京的母亲 先拿棍子打她 而江美京的母亲居然也听从了命令照做了 当她的母亲打下第一棍之后 其他的信徒就开始一起用鞭子 鞭打在地上缩成一团的江美京 而就在这个时候 江美京抬头看了一眼 坐在椅子上的金基顺 就被金基顺认为她大逆不道 叫信徒们把江美京给杀了 可怜的江美京一开始还能够拼命的呼救 到后来却是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 奄奄一息的她还尿失尽了一地 当时一名没有参与殴打的信徒躲在门后 她看见江美京嘴唇微微的动作 仿佛是在说着救救我 但是这名信徒也无能为力 只能够躲在门后 看着金基顺拿着一把扫帚回来 把仅存最后一口气的江美京 活活打死了 第三名受害者 也是儿童乐园里面受害者里最年幼的一位 是当时年仅五岁的崔乐桂 之前说到的请愿书 其中一份就是崔乐桂的爸爸崔明浩提交给警方的 这名无辜的小孩跟随爸爸妈妈 轩应礼和崔明浩加入了儿童乐园 从此只能够改口叫自己的父母叔叔阿姨 崔乐桂每次看到金基顺 就会觉得这个阿姨很可怕 所以就开始大哭 甚至还会说自己讨厌金基顺 原本就不喜欢金基顺 再加上有一次不小心在上厕所的时候 把排泄物给粘到了墙壁上 这一下他直接是被金基顺说成了 是被恶鬼缠身需要铲除 当母亲轩应礼被叫去见崔乐桂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是一个被绑在猪圈 浑身脏兮兮的小男孩 金基顺命令信徒们不停地殴打他 还为他吃屎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而殴打崔乐桂的棍子上 还有一根钉子 可想而知挤棍子下去绝对是皮开肉绽 其实在死亡的前几天 崔乐桂曾经试图逃到饭堂 想要让值班的阿姨给自己一点东西吃 但是值班阿姨却将这件事情通报给了金基顺 随后金基顺才认为 崔乐桂不吃不喝 却还有力气 又开始叫做众人殴打他 直到最后连呼吸也没有了 要知道猪圈和饭堂隔了一段路的 都被折磨成这样了还能逃过去讨饭求救 可见年幼的崔乐桂曾经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但是他最后还是没能够迎来好的结局 在崔乐桂死了之后 他的母亲被命令签署了一份假的死亡证明 上面写着崔乐桂死于心肌梗塞 而不出所料的是 崔乐桂的母亲居然也没有拒绝 崔乐桂的尸体被装在了一个小木箱子里 由司机引帮猪运到了火化厂火化 而轩映里却一点悲痛的感觉也没有 以至于他把死亡证明交到小区办事处的时候 职员还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崔乐桂的亲生母亲 大家一定都很好奇啊 为什么江美金和崔乐桂事件当中 金基顺都是叫受害者的亲人先动手 接着才到自己或者是其他的信徒呢 那是因为金基顺是个聪明人啊 如果自己或者是别人先殴打被害者 那么被揭发后就是暴行罪 但如果是被害者亲人先动的时候 那就是教育的一种了 警察就拿他没有办法了 所以在儿童乐园所发生的暴行 大部分第一棍一定是从亲人开始的 收到了报案后 警方开始对金基顺展开了抓捕行动 1996年12月8号晚上 儿童乐园的信徒和往常一样 聚集在了一个空旷的空间里 和金基顺一起进行着邪教仪式 而这个时候 水源市检察厅利州分局的首席检察官江敏球 带着下属们闯进了基地 信徒和警察对视了一眼后 就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现场是一片混乱 他们甚至将一名警察托举起来给抛了出去 而信徒们的帮忙 让金基顺顺利地从地下通道逃脱了 而之后的一周内的调查 也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警方也因为这件事情被大众责备 然而当警方到儿童乐园本部去询问那些 还留在那里的教徒时 他们却不愿意与警方配合 将警方拒之门外 不相信自己的教主做了坏事 随后 警察开始搜查金基顺的住所 发现这个教主的生活 可以说是过得相当滋润 房间内的家具都是高档货的不说 竟然还有自己独立的桑拿房 另外靠着剥削信徒获得巨大财富 检察官还在保险柜内发现了7亿韩元现金 相当于是现在370万人民币了 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 在警方还在哭恼怎么抓人的时候 12月16号 警方接到了来电 这个电话是金基顺打来的 他竟然表示愿意在当天下午6点左右 到警察局自首 到了约定的时间 各家媒体和警方都在检察院前面等待着 我们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金基顺当时看起来很憔悴 双唇紧闭 想要振脱警方对他的束缚 然而在审讯的时候 金基顺表现得相当的冷静 也没有掉进警方的陷阱 一直都在全面地否认自己的罪行 当警方问他这段时间逃去什么地方 他只回答和丈夫在市区内到处逛逛 要说警方有什么罪有利的证据 还记得之前我们所说过的 帮忙处理崔乐贵尸体的尹帮珠吗 在警方一开始找到他的时候 他还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但是刚巧他和第二名被害者江美精 从小就认识 所以在警方打了感情牌后 他又承认了是自己帮忙处理的尸体 而指使他的人正是金基顺 但警方却没能够在供述的地点 找到被害者的尸体 1997年1月27日 金基顺第一次接受审判 检方提出了死刑要求 但是他依旧全盘否认检方对他的指控 坚称自己不是儿童乐园的领导者 崔乐贵也不是儿童乐园的成员 而司机尹帮珠也突然在这个时候 在法庭上推翻了之前的供词 改口称自己没有帮忙埋尸 也没有看见金基顺杀人 因为没有直接有力的物证 再加上医生的时候 尹帮珠的翻供 还有暴力致死的七年公诉期已过 因此在当年的5月19日 金基顺最终被宣告杀人罪 暴力罪名皆不成立 此外他还拒不承认 自己强迫儿童乐园的信徒们交出财产 因此欺诈罪名也不成立 最后只有贪污和逃税罪名成立 被判了有期徒刑四年 罚款56亿韩元 面对这些金基顺势毫无回忆 虽然被判无罪 但是有不少的受害者都提供了证据 因此很多人都对此判决表示怀疑 另外 曾经被剥削的逃脱者们 也对这个判决感到愤怒 韩国基督教邪教对策协会等机构 也提出了抗议 但最终都未能够改变无罪审判 此后 警察也在儿童农场周围 几次试图挖出被害者的遗骸 但都一无所获 而在事发多年后的2021年 以神之名的制作组 再次采访了尹帮珠 这次他承认当年帮金基顺做了假镇 而金基顺给他的好处就是一块地 时至今日 84岁的金基顺早就已经出狱了 原以为高额罚金应该已经将钱用光 但是令人傻眼的是 新那拉唱片 仍在金基顺朋友手底下继续运营着 而原本的那一大片农场已经转为了私人农场 仍有收入 那要说唯一的代价 就是据称金基顺现在正在医院里面 接受着老年痴呆症的治疗 不过这个消息却没有得到确认 只能说就算是真的 那他所积累的财富依然能够让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儿童乐园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 想和大家分享这起事件 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邪教组织泛滥 而且每一个的经营方式都大不相同 但本质上都是操纵你的思想 从中让你乖乖地交出你的钱财或者是身体 甚至近期还有一些组织在卖奇怪的药 表示就算是身患绝症 吃了都会康复 但实际上这种药根本就没有合格症 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最终也闹出人命 那你可能会觉得了 看过了那么多的案例 怎么可能会上当的 邪教组织的成员 往往会观察每个人内心脆弱的地方 从中洗脑 让你觉得他是真的在关心你 并且让你有所依靠 但当你真正的加入了他们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内部的一切都和他们所告诉你的天差地别 甚至如果你不及时的清醒 还有可能会倾家荡产 甚至是丢了性命 所以大家如果在街边看见一些奇怪的人和你搭话 甚至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一定要格外的警惕 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很多关于邪教的故事都比较血腥和残暴 我们也都收录在了会员影片里 比如新加坡大巴窑惨案 美国邪教小镇 曼森家族等等 大家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请大家保持经历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